好萊塢年度盛世金球獎12號頒獎 電影劇情類最佳男女主角 由先前護身高的艾迪瑞德曼 和朱莉安摩爾拿下 音樂喜劇類方面 艾美亞當斯連莊豐厚 米高基頓則是首次入圍 就勇奪影帝 最佳男女配角 則頒給了J.K.西蒙斯 和派翠希亞艾奎特 今年金球獎最大贏家 非電影年少時代莫屬 導演理查琳克雷特 耗時12年 分拍6歲的素人男孩 從求學 戀愛 到走入家庭的成長過程 上映後在國際影展好評不斷 這次入圍金球獎五項提名 更一舉奪下最佳女配角 最佳影片和最佳導演三項大獎 強勢問鼎下個月的奧斯卡金像獎 你還沒喝酒嗎 你是鳥獎 你是神 同樣被視為得獎大熱門的電影鳥人 一舉南瓜七項提名 最後只拿下最佳劇本 和音樂喜劇類最佳男主角 我喜歡我的朋友 我喜歡我的朋友 倒是黑色喜劇 歡迎來到布達佩斯大飯店 超出外界預期 擊敗其他電影 拿下本屆金球獎 音樂喜劇類最佳影片 中央社綜合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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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我